中共三中全会将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任限制的修宪建议公布后 在海内外舆论场引起极大轰动 世界各界媒体争相报道并触动美国白宫 26日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回应表示 这属于北京当局的内部事务 中共中央委员会25日公布 将向中共人大常委会建议对宪法进行重大修改 即删除宪法中对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的限制 根据中共三中全会的建议 中共宪法第79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将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这意味着从邓小平时期开始确立制度 实情对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将不复存在 消息发布后 玄机在海内外舆论场引起极大轰动 并获得世界众多媒体迅速而广泛的报道 同时也触动美国白宫 法新社报道说 对于中共建议删除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2月26日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 我认为中国会自己做决定 他还说 川普总统曾谈论过许多职务的任期限制 并支持在美国要有任期限制 不过 那需由中国自己做决定 此次中共提议删除对国家主席任期两届的规定 预计将在三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审议并通过 意味着习近平将能在2023年后继续出任国家主席 不过 对于有关习近平的任期将无限期的表述 评论人士另有看法 美联社引述北京政治评论员胡星斗的分析报道说 虽然习近平可能需要额外的一两届任期来实施他的计划 但是中国不太可能回到国家元首终身制的时代 他说 习主席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担任领导职务 这有利于推动改革 反腐败 但是中国不可能再次搞终身制 我们已经从终身任期制度吸取了深刻的教训 如毛泽东在19661976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日前 北京公布修宪细节 包括去除国家政府主席任期限制 海外党媒称 这位王岐山出任中共的国家领导人扫清障碍 王除了主管中美关系外 还可能处长港澳事务和继续推动反腐 北京时间2月25日 新华社公布中共中央有关修改宪法的文件 提前透露了修宪的细节 其中除了写入所谓其思想 成立国家监察委之外 还有删除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任不能超过两届的限制 文件的落款时间是1月26日 美媒指 当举敢在26日中共19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一天 公布修宪内容 显得很不寻常 此次三中全会将讨论中共政府部门领导人的人事更替 包括国家主席和副主席 国务院 人大 政协 还有即将建立的国家监察委 港媒指 三中全会将是北京人事博弈的最后一轮较量 对此 编辑部设在北京的海外党媒多维网 26日文章分析指 提前公布修宪内容或与王岐山有关 文章说 修宪删除国家主席 副主席两届任期规定 为王岐山担任国家领导人职务扫清障碍 王在三月的中共两会上获任国家副主席一职几成定局 文章还称 王岐山再次出山后 除了可继续推动反腐外 或将协助习近平主管港澳事务 文章提到 按惯例 中共国家副主席监管港澳事务 之前已有两任担任过港澳协调小组组长 上一任担任该小组副组长 此前有分析称 海内外媒体不断猜测王岐山的未来去向 由北京当局放风噬水的异味 以便根据各方反映最终调整王岐山的职务分工 去年年底 多维网曾接连发文分析 王岐山可以帮助习近平处理棘手的中美关系 随后 多家外媒引述北京消息指 王岐山内定主长中美外交 近日 多维网和一些港媒又接连放风王岐山或主长港澳事务 而且 上文中还少见地提到 王岐山可继续推动反腐 此前 港媒曾多次报道 王岐山仍然列席中共政治局常委会 有分析指 王岐山权重或超越其他常委 中南海会重回老人政治 北京仍将是习王二人体制 如果是这样 王岐山不排除会继续指导反腐 与之相关的是 本次中共三中全会讨论的人士中 还包括国家监察委领导层安排 北京当局曾透露 监察委和中纪委将合属办公 因此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兼任国家监察委主观的可能性最大 但也有人认为 不能完全排除王岐山监长监察委的可能性 还有分析称 如果要重回习王体制 习近平可能会给王岐山安排一个正国籍职位 才显得名正言顺 不论如何 王岐山的行政职务 可能在这次三中全会的博弈中敲定 外界将在三月初的两会上最终界分晓 而有关他在中共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和港澳协调小组等党务系统的职务 可能还在继续酝酿当中 习近平上任后 对中共军队进行了大规模改革 日前 中共军报披露了习近平军改背后原因的细节 就是中共士兵在对抗演练中暴露出严重问题 触发习近平大理军改的动机 此外 习通过军改全面清洗军中将派势力 收回军权 2月21日 中共军报发文披露了第81集堂军某和成旅整编组建后的细节 文章提到 在诸日和士兵对抗系列演习中 他们先后与陆军几支禁旅交手过招 结果取得一胜六负的惨况 打破了红军当猛虎 蓝军当豆腐的演习定势 上述细节在中共军改的专题片中也曾披露 2014年5月 来自当时中共西大军区的七个禁旅 在内蒙古诸日和与中共第一支专业蓝军旅敌军进行士兵对抗 交战的结果却是6比1 蓝军胜利 6个所谓禁旅惨败 2015年 陆军和共派出了29个军旅团 与陆军狼军旅再度展开十兵对抗 结果陆军红军全部败阵 中共官媒报道称 专题片的这部分内容表明军眼中6支精锐部队相继惨败 是促使习当局下决心加快推动军改的直接动机 习近平曾在片中表示 军队打不了仗 打不了胜仗 有网民评论说 习近平这句话录了底 原来中共的军队根本就打不了仗 也打不赢仗 旅美中国禁拜使学者辛浩年曾表示 共产党今天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 大多数人都是靠拍马屁上去的 上去的不是好人 不是有本事的人 都是贪污买来的 买来的谁想打仗 中共军权过去一直被江泽民集团把持 江泽民从1989年至2004年任军委主席 将下台前 先后提拔了心腹郭伯雄 徐才厚为其把持军权 架空了胡锦涛 中共军事科学院军建部前副部长杨春长曾表示 中共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选人用人 其中一个标准就是任钱多少 杨举利说 一个大军区司令 一个人给他送了一千万 再有一个送两千万的 他就不用给一千万的那个人 而郭伯雄任军委副主席时 分管总参 总装两大块 这两个系统的将领提拔权是郭说了算 郭涉嫌在其中大肆收受贿赂 据媒体报道 郭晋升将领暗急要价 少将五百万至一千万 中将一千万至三千万 谁给的多就生谁 中共军队已腐败透顶 从根子上烂了 自中共十八大后 已有十六名副大军区及以上级别 五十五名正军级和副军级将领落马 包括徐才厚 郭伯雄 田修司 王建平 王启斌 张扬 房峰辉七名上将 据中共官媒报道 在习当局对军队进行改革的两年中 已有两百多个正师级以上的机构被裁 全军团以上建制单位机关减少一千多个 非战斗机构限制原额压减近一半 军官数量减少百分之三十 去年十二月九日中共军报披露 陆军远集团军主官全部换岗 百分之九十的班子成员交流任职 今年一月一日开始 原真正归属中共政法委领导的武警部队 直接归入中央军委 归习近平统一指挥 武警部队由八十万人减少到四十万人 时政评论员李林毅曾分析 这与习当局在军中打军老虎相呼应 大批江派将领被调查 提前退休或被边缘化 当局通过军改 从内部清洗江泽民的亲信徐才后 和郭伯雄在军中的势力 同时回收军权 中共央行行长周小川将于下月举行的 中共两会期间退休 有消息人士透露 习近平的智囊刘鹤将接任央行行长一职 据路透社2月24日报道 三名知悉情况的消息人士称 经济学家刘鹤成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热门人选 这将加强他在中国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影响力 其中一位消息人士称 刘鹤可能将兼任国务院副总理 以及央行行长之职 之前只有朱镕基曾在1990年代中期 同时担任副总理和央行行长 此后在1998-2003年任国务院总理 一位和领导层有联系的消息人士表示 有这种先例 刘鹤曾就赌于美国哈佛大学 目前是习近平的重要财经智囊 刘鹤与习近平交情甚度 两人是少年时的玩伴 双方父亲均为中共高官 报道说 目前而言 尽管刘鹤占据优势 但他是否能获任命 出任央行行长一职 尚不能百分百的确定 之前有消息说 刘鹤有可能成为主管经济和金融部门的副总理 从而阅入四名副总理的行列 目前刘鹤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有消息人士之前透露 刘鹤还可能接任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主任一职 南华早报2月22日报道说 刘鹤将继续领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 熟悉政府运作的消息人士透露 刘鹤将担任新机构 金融稳定和发展委员会主席 负责监管和减少金融风险 报道称 刘鹤将组建一个经济团队 成员包括银监会主席郭树清 证监会主席刘士渝 央行副行长易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孝亚庆 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学东等人 这个由6名高管组成的经济团队 直接听命于习近平 之前有报道说 周小川的继任者中 有财经背景的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 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是最热门的人选 有报道说 蒋超良和王岐山曾共事 山德王的信任 所以蒋超良的胜算大一些 也有报道认为 郭树清曾任周小川的副手 如果郭树清继任央行行长会延续州的政策 也有媒体分析 郭树清敢做事 不太考虑各个利益集团的反应 这一点符合习近平的用人标准 有媒体认为 周小川要退休了 但是金融监管体系的重组仍未完成 习近平有机会在这些岗位 安排自己青睐的人选 中共三中全会将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 连任限制的修宪建议公布后 在韩内外舆论场引起极大轰动 世界各界媒体争相报道 并触动美国白宫 26日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回应表示 这属于北京当局的内部事务 中共中央委员会25日公布 将向中共人大常委会建议对宪法进行重大修改 即删除宪法中对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的限制 根据中共三中全会的建议 中共宪法第79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将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这意味着从邓小平时期开始确立制度 实行对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将不复存在 消息发布后 玄机在海内外舆论场引起极大轰动 并获得世界众多媒体迅速而广泛的报道 同时也触动美国白宫 法新社报道说 对于中共建议删除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2月26日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 我认为中国会自己做决定 他还说 川普总统曾谈论过许多职务的任期限制 并支持在美国要有任期限制 不过 那需由中国自己做决定 此次中共提议删除 对国家主席任期两届的规定 预计将在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审议并通过 意味着习近平将能在安出任中共的国家领导人扫清障碍 王除了主管中美关系外 还可能处长港澳事务和继续推动反腐 北京时间2月25日 新华社公布中共中央有关修改宪法的文件 提前透露了修宪的细节 其中除了写入所谓其思想 成立国家监察委之外 还有删除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任不能超过两届的限制 文件的落款时间是1月26日 美媒指 当举赶在26日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一天 公布修宪内容 显得很不寻常 此次三中全会将讨论中共政府部门领导人的人事更替 包括国家主席和副主席 国务院 人大 政协 还有即将建立的国家监察委 港媒指 在2023年后继续出任国家主席 不过 对于有关习近平的任期将无限期的表述 评论人士另有看法 美联社引述北京政治评论员胡星斗的分析报道说 虽然习近平可能需要额外的一两届任期来实施他的计划 但是中国不太可能回到国家元首终身制的时代 他说 习主席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担任领导职务 这有利于推动改革 反腐败 但是中国不可能再次搞终身制 我们已经从终身任期制度吸取了深刻的教训 如毛泽东在19661976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日前 北京公布修宪细节 包括去除国家政府主席任期限制 海外党媒称 这位王岐山三中全会将是北京人事博弈的最后一轮较量 对此 编辑部设在北京的海外党媒多维网 26日文章分析指提前公布修宪内容或与王岐山有关 文章说 修宪删处国家主席副主席两届任期规定 为王岐山担任国家领导人职务扫清障碍 王在3月的中共养会上或任国家副主席一直几成定局 文章还称 王岐山再次出山后 除了可继续推动反腐外 或将协助习近平主管港澳事务 文章提到 按惯例 中共国家副主席监管港澳事务 之前已有两任担任过港澳协调小组组长 上一任担任该小组副组长 此前有分析称 海内外媒体不断猜测王岐山的未来去向 由